疫症重創經濟失業率高期 我們都會覺得樓市前景也不太理想 不過偏偏我們看到樓價指數好像沒什麼跌 背後我們經常會說一個理據 因為業主可能很早年賣入 所以他們的持貨能力會比較強 加上現在有66%的業主都供滿了物業 所以經濟的動盪對他們的影響不算很大 所以他們都沒有必要要是鑑平鑑賤去劈價賣樓離場 所以樓價也托得穩 不過我也想說一點 就是我們經常說的樓價都是在參考一個指數 就叫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其實它歸納了128個主要的大型屋苑 而得出一個這樣的結果 它主要只能夠反映到整體樓市的走勢 但對局部屋苑的走勢就不能夠反映出來 而事實上在疫症拖累之下 我們看到有一類物業表現得挺慘淡 所致就是藍米樓 而背後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 今天我們就想和大家談談這個議題 有留意我們上集驗樓君玉峰 其實早在三年前它開售的時候 我們都說過這個樓盤 它是一個遠期樓花的項目 當時我們都提醒買家其實是要和發展商打倒未來樓價的升跌幅 由於當時還沒有林鄭計劃 所以其實發展商為了迎合買家 希望上車的需求都得到這單位 所以即使是遠期樓花 高日價 但准買家都仍然是趨之若無 回查到當時的報道 其實兩大代理行都估計 君玉峰落成的時候 租值可以去到70-80元呎 但實況又如何呢 來到今天去入伙 我們看到它真的都做到一層70多元呎的租務成交 就是低層F7181呎的單位 最終是以13000元租出 赤租也有70多元 不過之後都已經是無以為計 同類型的小單位 現在放租是12800元 赤租只是60多元 而現在整個君玉峰的租盤 放租大概是有60-70個 而赤租介乎50-60多元之間 其實和當日代理估算的租值 是打了一個八折上去 顯然高租值最終都是沒有成折 疫症打擊了租務市場 其實由上而下出現的減租潮 以前拿著銀碼只能租到小單位 現在可能租到大一點的單位 所以納米樓的前景未必好樂觀 其實另一個原因 都是和一些投資者 炒作概念落空有關 而在這麼多納米樓裏面 我個人覺得伏味最濃的納米樓 就是這個佐敦的匯水 為什麼說匯水這個盤伏味最濃呢 其實這個盤是位於 阿士丁站Grant Austin的後面 其實當日大賣也是全靠 炒作一個因素就是高鐵概念 全盤66伙 最終開價是高達24000多元 現在看到高鐵概念 炒作落空 效益也不似預期 全數的單位最終都是磨定收場的 我相信你猜都猜不到 是全盤沒有一個單位 是猜得足當時的買入價 我自己都是第一次看到的 我們將匯水全盤拿到銀行做估值 發現66個單位裏面 沒有一個單位是沒有跌穿當日的買入價 而帶動到樓盤的估值 宿水我相信是源於去年一宗劈價兩成的個案 就是這個A室的單位 業主當時是以598萬9千元買入 最終在去年的10月 就以478萬買走 涉幅有兩成以上 亦打開了樓盤估值下跌的缺口 全盤66個單位 其實現在最新估值 沒有一個不是跌穿了500萬以下 包括樓盤是最頂層A室最貴的單位 當時成交赤價是佔近3萬元呎 業主當時買入的價是多少 就是655萬 而最新銀行估值是多少 就是498萬 即是賬面已經縮水了157萬 其實如果業主當時不是買樓 而是將它做按揭的一半首期投放入股票市場 例如眼光獨到買港交鎖 其實年式債價已經賺了300多萬 其他納米樓 好像土瓜灣的奧營 沙基灣的柏匯等等 其實這些單位 都曾經打入過香港的納米樓的排行榜 當時開售的赤價也挺高 差不多是2萬元呎以上 你看到當業主高追了之後 其實五年之後來到今天 是不單止無聲值 你對照銀行的股價的話 其實看到股價甚至低過當時的買入價 所以其實如果業主要轉手的話 其實有蝕釀風險之外 其實更重要是下手買家 因為按揭政策的放寬之下 他們現在是有更多選擇 以前買600萬以下的物業 我們最高可以做到八成按揭 所以我們怎樣都要拿著120萬的首期才可以入市 所以買家可能都要自我降格 去買一些藍米樓 不過今天的故事就不同了 今天800萬以下的物業可以做到九成按揭 你拿著80萬的首期都可以上車 所以納米樓就更加應該是沒有市場的 問題是 今天這些故事其實仍然是發生之中 發展商繼續以投資價值 概念好前景好 去包裝這些納米樓 從而去高價推售這些樓盤 究竟值不值得 投資者或賣家就需要自行行量了 不知道大家又怎樣看這個議題 不如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 如果覺得我們的影片有用 都記得Comment 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給身邊的朋友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胡說樓市在YouTube的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日後有新的資訊都可以通知到大家 今天才和大家聊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書達–